大家好我是马丁 今天给大家带来 明目探柯南Q1版第92-93集 海外车分版第95-96集 恐怖登山 杀人事件 恐怖爬山 杀人事件 上级 故事一开始 就看到小黑骑着摩托车 来到一辆正在行驶的轿车旁 飞刀击杀了车内的驾驶员后 便逃之夭夭 失去驾驶员的轿车 迎面撞上了对象开来的幼儿园校车 造成了车内一名儿童死亡 经调查警方得知 死者是一家高利贷公司的社长 行凶的小黑并不是本案的主谋 他只是一名身份不详的职业杀手 目前警方已经将主谋抓不归案 但小黑仍在逃亡中 半年后的某天 有一名男子来拜法毛利 他自称是关西房屋中介公司 东京分公司的社长 曹文造 一个月前被医生诊断得了癌症 当他得知自己命不久以后 就做出了一个疯狂的举动 请一个职业杀手来杀自己 而那个杀手不是别人 正是警方苦寻多日的小黑 但是派出委托后才发现 这是医生的误诊 他想尽一切办法 告知小黑取消行动 但这个小黑也是个狠人 接受委托后就彻底失联了 今天来就是希望毛利 能够帮他找出小黑 毛利一开始是不相信的 因为这个故事过于离奇 直到 于是毛利接受了曹文造的委托 但是除了知道小黑代号银湖 是个职业杀手之外 其他情况一无所知 要在茫茫人海中寻找这样的一个人 无疑是在大海捞针 好在曹文造在聘请杀手的时候 对他开出了一个条件 要求小黑在他最喜欢的登山活动中动手 这点引起了柯南的警觉 既然双方约好在登山活动中动手 那刚刚发生的枪击事件又该如何解释呢 第二天一早 毛利一星就来到了丹元山 在山底下的登山管理办公室 办理了今天的入山手续后 就陆陆续续见到了其他登山者 一共有五人 分别是大学生瓶颈建一 推理小说家能事心无 指缘高黎 以及三只公子和他的男朋友河边 因为大学生建一每年都来这里登山 跟山上的管理员也混熟了 所以在上山之前还特意打电话告知管理员 但是他不好的方式引起了曹文造的怀疑 因为他听说小黑是个左撇子 一切准备就绪 大家就开始登山了 在有限的时间跟空间之内 如果小黑要采取行动的话 要么埋伏在山里伺机而动 要么混在登山客当中 如果是混在其中 那每个人都有嫌疑 于是 可男一边爬山一边观察众人的行为举止 一番观察下来 发现情侣经常背着大家商量事情 高黎也不知为何总是张大眼睛瞪着潮文造 一路上比较顺利 并没有出什么意外 直到在最后一个休息点时 高黎先生撕心裂肺的喊叫声 打破了登山活动宁静的氛围 众人寻声赶去 只见建一躺在悬崖底下一动不动 经检查建一已经死亡 可男在他手边发现一把小刀 刀上只沾了一点血 死者身上除了脸上被刀子划伤之外 其他地方并没有被刺伤的痕迹 在结合刀子所在的情况来看 毛利推测 死者应该是为了避开凶手丢过去的飞刀 才不慎失足摔死的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摆脱不了嫌疑 看着黑压压的乌云 毛利让大家一同到休息站里去待命 在警方赶来之前 谁都不可以单独行动 休息站的管理员是一位银发苍苍的老伯伯 虽然长得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但是为人不坏 这不看到柯南他们风尘仆仆的跑上来 就立即招呼他们进屋擦身子 并给大家准备了速热饭菜作为晚餐 一进屋 毛利就想到打电话报警 但是电话又又又打不通了 老伯警示道 也许是刚才打的那阵雷把电话线给批断了 这种事在山上经常发生 无法报警 外面下着大雨 天又已经黑了 周围也没有其他休息站 吃晚餐时 高丽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炒温造则认为 他这被杀害剑衣的罪恶感包围了 高丽一听猛地站起来 身上的刀子也随之掉落 看着大家惊恐的眼神 他解释带刀来只为了防身用 山里指不定有什么牛鬼神蛇 毛利刚想开口说些什么 下一秒就被小说家认出 他就是近期名声大噪的名字探毛利小五郎 然后激动地站起来 问了毛利几个直击灵魂深处的问题 隐姓埋名来这里做什么 是不是有案子要查 被人当众揭穿身份 但是又不到说实话的时候 毛利只好转移话题 转身去摆弄收音机 恰好这时播报了一则新闻 今天早上 丹元村的一位居民 今年60岁的田中岩先生不幸遭人刺杀 而凶兽已经逃亡到丹元山内 现有50名特警正在搜寻其下落 如此说来 除柯南之外的其他人的处境就很危险了 身边藏着一个职业杀手和一个死神不说 山上还藏着一个杀人犯 夜深人静 众人带着沉重的心情进入了梦乡 唯独柯南被周围的呼噜声吵得睡不着 正当他翻来覆去之际 正好看到有人拿刀准备刺杀毛利 柯南大声喝住了凶手 他这才没得手 随后 柯南 毛利和曹温造这三人便追了出去 凶手没找到 却听到了高丽那撕心裂肺的求救声 过去一瞧 他正抱头跪坐在地上 柯南的到来 仿佛让他看到救世主一样 急忙爬过去抱着柯南痛哭流涕 嘴里还念叨着什么天花板掉下来了 墙壁挤过来之类的话 从他的种种反常行为来看 柯南猜测 他可能患有幽闭空间恐惧症 因此 才会大半夜的跑到外面 安抚好高丽 天已经亮了 从平静下来的高丽口中得知 他确实是患有幽闭空间恐惧症 当初因为他不肯把土地卖出去 就被房地产商囚禁在一个空间狭小的地方 那件事情之后 他就患上了幽闭空间恐惧症 也因此 他总是睁大眼睛瞪着潮文造 因为他害怕同为房地产开发商的潮文造 和之前关他的人是一伙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当柯南他们回到小屋时 发现又出事了 公子被人用刀刺死了 刀从左边斜斜地插进死者的背部 说明凶手是个左撇子 夹着凶器是职业凶手银狐惯用的小刀 柯南猜测 这起案件也极有可能是银狐所为 但是银狐的目标明明是潮文造 为何要杀害大学生剑一和公子 为了了解更多细节 柯南询问了小兰案发时的情况 但小兰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因为天一亮 他们就分头去寻找毛利一星了 一旁的小说家一边点言一边附和道 确实如小兰说的那样 因此他们都没有不在场证明 但是小说家的这个举动反倒是弄巧成拙了 因为他左手点言的这个细节 被柯南和毛利同时注意到了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上 也没有必要隐瞒了 毛利说出了此行的真实目的 并表示凶手就是小说家 毛利认为小说家原本是一个左撇子 但出于某些目的而刻意训练了右手 所以他左右手用起来都很顺手 潮文造一听 激动的上前抓住小说家的衣领 声称要向他讨回一笔债 但是一旁的柯南偶然发现 公子的手里有几根红色毛绒丝 这个发现彻底推翻了 杀害公子的凶手是左撇子的推理 在此之前 他们一直认为凶手是从死者的背后偷袭的 但是凶手也可以从死者的正面把刀刺进去 那是一种很难和凶杀这个词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姿势 拥抱 和死者面对面拥抱时 凶手把刀绕到后面再刺下去 这样就形成了凶手左撇子的错觉 而死者的手里有毛绒线 隐儿他遇害时拽下的 能用这种姿势杀害公子 并且唯一一个穿这种颜色毛衣的人 只有公子的男朋友河边 更关键的是 此时河边已经不知所踪 那么杀害公子而后畏罪前头的河边 会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职业杀手银湖吗 接着柯南又在公子的书包里 发现了一捆捆战友鲜血的一万日元钞票 公子的伤口并没有流多少血 说明这上面的血并不是他的 不是他的 那会是谁的呢 调查到这儿 案件越发扑朔迷离 这时毛利发现曹文造和管理员也不见了 据高利反应 曹文造是怒气冲冲地跑出去的 那他很有可能是出去追河边了 而管理员应该被河边抓去当人质带路了 毕竟异性人只有他对这一代很熟悉 听到这里 柯南他们立刻追了出去 没走多久 山上就发生了山体滑坡 此时的河边被困在了一棵树上 摇摇欲坠 毛利他们用一根树桩将他救了出来 但是山下的路被挡住了 暂时无法继续下山找人 三人只好先压着河边回山上再做打算 木屋内 毛利开始审问河边 让他说出管理员和曹文造的下落 而柯南则检查河边的背包 看看能不能从中发现什么线索 这一打开就有了重大发现 河边的书包居然和公子的一样 里面都装满了占有鲜血的钞票 与此同时 手印机又播报了一则新闻 昨天被杀害的单元村居民大有来头 是一个暴力集团的主要成员 凶手是一男一女 两人行凶后抢走了被害人大约一亿日元的现金 如此说来 那两个嫌疑犯应该就是河边和公子了 这也就能解释他们书包内现金上的血迹 和他们一路上鬼鬼祟祟的行踪了 自己的牢底被揭穿 河边只好承认公子的确是特杀的 得知毛利是个侦探后 他们还以为是暴力组织派来的 公子便觉得走投无路了 要去投案自首 但是他并不想 为了避免公子投案后供出自己 他只好动手杀了公子 但他并不承认自己是银狐 也没有杀害大学生建一 之后 柯南想通过传真机联系警方 不过传真机和电话一样用不了了 转身的时候 无意间看了眼电线 就是这一眼 让他心里咯噔了一下 电话线切口整齐 明显是在屋内被人为切断的 这又是谁做的呢 柯南回顾了一下 建一在山下给管理员打电话的内容 然后又去查看了管理员的登记本 发现建一真的会定期来这里登山 难道这就是他被杀的理由吗 再这么下去 山上的九人恐怕就只有毛利一行 三人能平安无事的下山了 毛利认为当务之急 是去寻找潮文造和通知警方 但是人手不足 这两件事要分开来进行 小说家一听便自告奋勇留下来监视河边 特怕出去会被外面的阳光给晒黑 正是这句漫不经心的话 最终让柯南还原了整起案件的前因后果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凶手的作案守法了吗 常年住在山上的管理员 一定会被强烈的紫外线照射到 所以皮肤不可能那么白 说明他们见到的那个管理员是被人假扮的 那个人就是银狐 而大学生建一之所以会被银狐杀害 是因为他认识这里的管理员 如果建一到了休息站的话 银狐假扮管理员的事就会被揭穿 银狐应该是在山下听到了建一打电话的内容 所以他就在路上把建一杀了 然后事先绕到休息站把电话线切断 虽然知道了银狐是谁 但这么大的山脉该去哪里找他呢 这时外面传来一声枪响 银狐是个职业杀手 为了尽早逃离这里 他一定会选择一条最近的下山路线 银狐在脑海里分析一番后 就从最近的那条路追了下去 跑到半路时 还捡到了潮文造的钱包 打开一看 发现里面有一张小女孩背着书包的照片 书包上印着高木幼儿园的字样 好巧不巧 被银狐连累出世的那辆校车 就是高木幼儿园的 那名出世的小学生 应该就是潮文造的女儿 为了给女儿报仇 对银狐一无所知的潮文造 只好以身视线 用自己的生命做诱饵 把银狐引出来 然后让毛利帮他找人 为了让毛利相信自己 顾凶杀自己这种荒唐的事情 还特意雇佣了一个人 当着毛利的面狙击他 那潮文造是如何发现 管理员才是银狐的呢 原来他出来追河边时 恰好看到被河边当成人质的管理员 撕血反杀了 把河边推走 然后自己逃走了 就这一套极限操作 谁是真正的凶手一目了然 潮文造刚想开枪射杀银狐 就被柯南阻止了 而银狐借此机会捡起地上的小刀 给了潮文造一下 不过他并不在意这一刀 因为这和女儿受到的伤害 比起来算不了什么 眼看潮文造执意要自己动手解决银狐 柯南只能苦口婆心的劝他放弃 因为无论如何 他女儿都回不来了 与其让自己变成一个杀人犯 还不如让银狐去接受法律的制裁 趁着柯南嘴顿的功夫 银狐还想反击 这一下可就要了老命了 正是这一记过肩摔 撕下了银狐的伪装 谁能想到 令警方束手无刺的职业杀手 居然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最后 柯南他们在一个山洞里 救出了真正的管理员 银狐和潮文造也被赶来的警察给带走了 谢谢大家 好